欢迎每日一打回答一下臭宝这一行问题 第一个臭宝就问到这个小叶黄羊的问题 他说养了好几个月了 现在干叶了什么原因该怎么救 你一定要盖他一个点 就是养花很多的时候呢 买回来是比较健康 你一整就是好几个月光养着 什么事情都不做 那也不行 你像人啊 他是一天吃三顿饭 只如是一个月吃三顿饭 那你要给什么给肥料 你像你们如果说养盆景呢 盆景圈里边比较流行的一个肥料 叫育肥可能会比较贵 但是你如果说想要廉价一下的话 你可以买一些发酵的肥肥 买回来之后干嘛呢 你买回来的那个植物 如果是换盆很健康 它长得很哇塞的话 一个月左右 你就要把肥肥给它加上了 然后呢要用一些杀菌药 防止一下烂根啊和病变 还有给它补充营养 你像这个明显就是饿得不行了 皮包骨头了 来你家都快饿嘎了 所以说呢 它就会凸现叶子的各种肝啊不好 还有一部分原因 或许是什么呢 就是缺过水 它会最早的体现在下面的叶子上 所以就可以理解为水飞不济 出版啊 你一定要给足光照 一定要给足光照 你要夏季高温的时候 养盆景的那些个大神们啊 一天都浇两面水 一早一晚的 有时候天气很热了 剩下的中午赶紧对得浇 哪有说是中午不能浇水 人都快渴死了 把下面那种不好的叶子 给它剪掉 干了这叶子全部剪掉 剪掉之后呢 它还可以再长新的 不要再留着它 贪恋它了 时间长了可能在上面出现不好的状态 该用肥料的用肥料 再来点杀菌药 下个周保说 约旦风速 之前闷根黑杆 叶子叶光 换了刺激涂 出现皱皱的情况 怎么回事 你没有用杀菌药和生根剂吗 它闷根了以后啊 你再洗根换涂 就现在你比方说 我大舅子得胃癌了 给它做了个大手术 然后呢啥也不管 就扔医院里边躺着 那时间长了肯定嘎呀 那你看医院里边 会打一些什么葡萄糖 类似的这个营养汁起来 对不对 会在前期的时候 给它弄一些个 你比方说 反正就是你也知道 你一般什么病 现在医院里边 出了激素就抗生素 植物也是一个道理 你出了上激素就是抗生素 你什么都不用 时间长了 它肯定啊 就抽本了 你看我大舅子 你要什么都不给人用 它就抽本了呗 这话说还能活吗 只能看天命了 现在就是杀菌 生根一样 就小黄二号给生根一样 然后你就交 一个星期左右 你交它一次试试 行不行的 你就进人事听天命了 下个周保说 我的粉龙种下八个月 是不是江苗了 等明年春天吧 这位周保 你家是哪的 我不知道 如果正常按照 我们山东这么来说的话 叶子都应该差不多 开始冻了掉了 我看你后面那些绿植 还长得比较哇塞 粉龙一年就开一次 然后呢 你这个是 把这个土可以松一松 下点肥料进去了 提前给它供一些肥料 我怀疑你是南方 估计养它一年 你够钱开一次花 一年开一年 懂得是行了 它不是江苗 你这个水肥还是跟不上 它就长不开一样 因为它根系生长不出去嘛 因为它自身的营养不够 光合作用也不够 所以说就有点感觉 长得很困难 人为的干预一下 下个周保说 叶片变成变黄 就是缺水和缺肥 你没看到它开花了吗 吃吧 周保 它开花的时候 它消耗大量的养分的 你要该给肥料给肥料 水分可能要比以前 还要多一点点 明白吗 所以说就是缺水缺水导致的 下个周保说 你看我这个花 这位周保的这个花 也是缺水缺肥 你说话说 老婆你跟我说的 不干别浇水 肥料尽量少用 不干别浇水呢 是养活的前提 你想要养好 水肥必须要跟上 明白吗 但凡你要控水 你不至于把它养杆了 现在怎么办 你可以把这种黄了的老叶子 给它剪掉 适当地用一些肥料 摸摸盆土 干了该浇水的也要浇水 它就会慢慢地再长起来了 好吧 周保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啊 老花姨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语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姨养花 最长的 哎 你摸我打 拜拜